主持人的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的新車硬知識的DarkT-EVE 上個月的時候 SUBARU BRZ 大改款上市了 而在它推出上市不久 我們也上架了一支 去講解關於它這2.40升水平 對用新引擎 以及它再進化的底板懸吊結構的硬知識影片 而在當時我也找來 西蘇同源的86 甚至上一代的BRZ 進行兩箱比較 來看看它進化表現到底有怎麼樣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影片 或是想要再復習的話 在上方連結都可以再重新觀看一次 而今天我又開了這大改款BRZ 出來試駕拍片了 眼尖你會發現 這台藍色的BRZ 它其實就是自排版本 可是我覺得 像是BRZ這種4Found的小跑車 消費者買家可能多數於 自己手排車買家居多 因為畢竟手排車開起來 比較有自主操駕快感之外 它對於車輛實質性能 其實還是有差的 你可以從原廠0到100加速秒數 自排版本6.9秒 手排版本則為6.3秒 甚至自排車也比手排車 大概重了21公斤左右 所以對實質性能還是有差異 所以為了要驗證 自排跟手排BRZ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現在我們就去找尋 已經交車的首批手排BRZ車主 來進行拉馬力測試 甚至進行操駕 來看看一樣是BRZ 可是傳動系統不同 到底有什麼差別 而影片開始之前 也請大家幫我把頻道訂閱起來 YouTube、FB、IG 都請大家訂閱尊重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找到我們的話 下方的說明欄我都要附上連結 再請大家施詞訂閱起來啦 好我們現在已經在這次 協力商界BRZ首排的台灣HKS廠和企業的廠區裡面 其實HKS是日本第一大規模的改裝廠 他們旗下的衣服範疇很多 像是車輛的外觀、內裝、底盤 甚至動力性能都有相當長幅的改裝技術 而且就像是剛推出不久的GR86或BRZ 他們在日本已經推出機械增壓套件 可以讓動力一舉提升到340p 甚至350p的水準 所以可以發現 他們改裝的速度跟knowhow都相當厲害 而為了對比手排跟自排BRZ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現在就先把自排BRZ 給開上馬力機來進行測試 來看看跟手排BRZ 到底之間有什麼樣的動力差異 在進行三次的馬力機測試之後呢 自排BRZ在馬力機上面 我們拉出195.9p的最大馬力數據 而對比手排BRZ 拉出來的動力 則為2047p的動力輸出 這樣的差距其實算是很少 只有5.5p的差異 而比起在前一代的手排跟自排的差異 HKS表示他們差距大概是落在10出頭p左右 所以在進行大改款之後 BRZ對於自排傳輸效率的進步幅度 坦白說還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我們從馬力數據來看 你看對比手排跟自排的馬力曲線 兩者可說是相當接近 大概只有在中後段4-5千轉之後 甚至接近7千多轉斷油之前 手排車的延伸性顯得再更出色一點 之後坐到這裡或許想要問說 為什麼原廠公布的加速成績會有如此落差 我想大概的差別可能在於換檔接合之後再加速的表現 然後是或是車重上面所帶來的一些差異 坦白說自排BRZ能跟手排BRZ有得如此相近的動力輸出 一新表現算是相當厲害了 好在開始講解手排BRZ跟自排BRZ的差異之前 我們現在解說一下關於這次BRZ大概款跟先前有哪些差異 首先是動力表現方面 我覺得這一次BRZ它動力提升幅度 雖然只有照面上的34P 35P 可是它整個運作精緻度比先前還要出色 像以前你在裝轉速拉拔到將近斷油之前 引擎的怒吼聲浪甚至運作的品質 坦白說真是有一些不OK 可是這次它大改款後 它整個引擎的運作精緻度我覺得比先前還要好 即便你接近7千多轉左右接近斷油之前 它的這個精緻度我覺得也還OK 雖然輸出的性能因此有些下降 可是我覺得它下降的幅度 還讓人覺得可以在受控之內 而且在先前這個低速扭力不足的情形 在這一次也獲得改善 像先前可能兩三千轉左右 那時候的扭力實在是平庸到優勝 可是這次因為扭力提升的關係 它開起來的反應真的相當的好 讓更有感覺它的輸出的特性 可以說是17顆程可以來形容 另外它的排氣的聲浪我覺得也相當的出色 即便是自排沒有改排氣管 但是它引擎的運作聲浪 尤其在中高轉速的聲浪音靈 我覺得也相當的讓你熱血沸騰 所以讓人會時時刻刻的keep高轉狀態 讓它的動力可以隨時保持最佳狀態 而且聲浪可以時時刻刻的讓你聽在耳朵 相當的熱血 這些操控層面改變最多的就是它車身剛性 甚至跟一些隔音的材質的運用 因為上一代的BRZ或是86 車身剛性真的只是相當的普通 像你一些凹折起伏比較大的路段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感覺到車身有一些扭曲的情形 甚至當你行駛在一些SARS路面 一些坑洞路面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感受到在石頭噼里啪啦打上來 可是這次大改款BRZ 它車身剛性比先前進步很多 所以它開起來的那種車身抗扭曲性 自然比先前還更為出色 而且很有感覺 再者它的隔音的表現也比先前還要亮眼 雖然即便你開在這些爛路狀態 你也不太會聽聞到這些噼里啪的那種 底盤的噪音聲響 而且連帶因為車身剛性進化 雖然不管你在進彎的穩定性 甚至彎中補油出去的那種車身的那種穩定性 都比先前還要好受控 並不會感覺到以往有這種飄飄浮浮的那種不確定的感覺 讓它可以更為放心的塌下油門加速出彎 至於手排跟自排BRZ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必須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開手排相當厲害的人 你建議選自排變速箱就好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除了你在拉馬力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差異幅度 其實大概只有5.5P之多 而且你可以在實際操作之下 這自排變速箱的不論是換檔速度反應 甚至退檔的速度 甚至邏輯我覺得都相當厲害 而之所以它自排變速箱可以有如此亮眼的表現 主要是因為它還有很多模式 其實我蠻喜歡它的SPORT模式 因為其實不管是手排或是自排BRZ 在一般狀態之下 它的油門的反應 那即時性還是有點差 就算你是手排已經進入TRACK模式 它的反應我覺得還是可以再好一點 反觀自排版本 在SPORT模式之下 它有點像是那種油門放大氣的那種感覺 會讓你覺得油門的回饋感 會更為直接 所以可以讓你一些 再出外再加速的那種即時性 可以彌補上不少 而且自排的好處當然就是 你可以不用分神去換檔 甚至眼睛緊盯著前面的轉速表 來控制轉速 你可以用盡一切的精力 去注意前方的路線 甚至煞車跟油門的開度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手排較易控的話 當然手排車會給你更為直接操作感覺 它的操作介面當然跟先前一樣 當然是十分的救手 你進入車內很輕鬆 你右手就會握到它應該要有的排檔位置 而且方向盤的整個介面的位置 也相當的親密好上手 開了它 我覺得整個 不論是煞車踏板 離合器踏板 油門之間的間隙 我覺得都很好掌控 甚至你想要跟直動作 也可以很輕鬆的去完成 而且手排車我覺得最棒一點就是 你可以隨著前方的轉速 來進行監測 尤其當你進入Track模式之後 這種俗稱S2000模式的狀態之下 你會發現時速表指針 會由左往右 要不斷地步步進壁 甚至接近斷油之後 還會嗶嗶嗶 甚至還會變成黃色、紅色 來警示你已經超轉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進行換檔的動作了 但手排有一個最大優勢 就是你左腳踩個離合器踏板 所以你只要進次一來 你直接彈個離合器 或者是雕個轉速 你想要做出原地飄移 甩穩等等的機械動作 都拿手黏來 反觀自排變速箱的BRZ 就沒辦法了 這次BRZ大概款的改變 真的是相當明顯 不管是引擎 底盤的進化都相當的厲害 但是我覺得 有關操控性能的煞車皮 我覺得它的自動效能 有點不OK 如果你以稍微Push一點的動態 去抄架它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它煞車皮的 那種工作的狀態 有點不OK 再者雖然它的輪胎 已經採用米其林PS4 比起原先上一代 所採用Premacy 還進步一階 但是因為這是大概款BRZ 它整個操控前力極限都大為提升 所以你很容易想要去Push 它的輪胎的極限 像是我們所試駕的自排版本 它所行駛里程 已經有一點了 輪胎的磨損狀況 當然也有比較明顯了 所以如果在一些彎中 比較用力Push的狀態之下 很容易會Push過頭 讓車子的車尾產生明顯的浮動 當然也因為它的搭改款之後 讓它整個操控前力 變比較提升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一定的操控技術的話 當然很快就可以救車完畢 讓車子繼續往前邁進了 雖然手排BRZ 看起來就是E-FOOL 老司機專屬的配置 但我相信想要擁有手排BRZ的車主 當然有一部分 可能是想要體驗 手排操作快感的手排小白 但是相比起目前現階段 有很多手排性能車 它都有配置退檔不油的功能 但是手排BRZ 它並沒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想要駕馭它的話 坦白說還有一定的操作門檻 當然這個東西對我來說並沒有差 因為即便有退檔不油 所以我自己還是習慣去完成它